六月 世故唱阿弥陀三字 灭无实重罪 念阿弥陀一佛 臣无宗复制 如帝王一主 顿心无尽暴徒 弥陀一佛 宿满无宾信得也 这段文还是阿弥陀御师所说的 经文越说越精彩 让我们对弥陀名号 无量无边的功德 能有所了解 前面说的很多了 可以说全是称信之谈 唱阿弥陀就是我们高深 唱佛号 他的功德 能灭无实重罪 我们每一天都在唱念 无实戒以来的重罪 是不是真的灭掉了 好像没有 不但是没有啊 似乎是增加我们的罪业 所以现在有人排斥 排斥佛教 排斥阿弥陀佛 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前面一直学下来的 心里就明了啊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问题 处在 会目 中门大德 用这个话 用这个话 来考验学人 教下尖宗也不例外 念佛 你会念 怎么叫会念 怎么叫不会念 就要搞清楚 如果没搞清楚 你就说 经上说的话不灵 是假话 如果你要懂得 你就相信 经上的话 一点都没错 灵命中时 一念十念 决定的神 那会念才行 会不会跌标准 楞言经上 大师智菩萨云通章 给我们简简单单 八个世界 开始 标准就建立了 大师智菩萨教给我们 都学六根 尽念相机 这叫会念 这样念佛 确实 念一身佛号 经上讲的 小八身一劫 身死中罪 一点都不假的 我们这两句 没做到 这两句话 要是做到了 成都高的 是理一心不乱 四一等的 也是四一心不乱 不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没有这么大的功德 什么叫都学六根 六根是 掩耳耳鼻舌身一 舌是把它收回来 孟子说过一句话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行而已 孟子 孟子这一句话 可以用来 筑解 都学六根 孟子懂得了 大胜 大谢 我们的六根 是往外跑 沿往四尘上跑 见到四象 恶恶自己 心意的 就起 贪爱 不适合自己 意思 就起 排斥 这是 爷 一天到晚 往外跑 事业时 把它收回来 爷 不要往外跑 不要往四象上跑 收回来 回来去看什么呢 回来看自信 而不要往阴身上跑 收回来 观世音菩萨 是用这个法门 梵文文自信 信成无上道 回头来就见信了 往外跑 你见的是四尘 深尘 六尘 六根云 六尘 这是造轮回业 你出不了 六大轮回 而且造的这个业 都是罪 罪业 古报 在三土 非常 可怕 一根 也是念头 是思想 它缘 罚尘 什么是罚尘呢 前五根 落泻的影子 这就发生 我们一般讲 印象 它在想 眼耳鼻舌身 离开外面境界 它在想这个现象 今天看到某个人 遇到某一状事 它在想这些 那之雨 我们看电视 听广播 也是六根 向外 奔驰 没有人懂得 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 就变成 变成一心 执行 执行 一处 执行 一处 那就是成定 禅定 不是盘腿面壁 真正的禅定 是执行 一处 所以 你行 住 坐 卧 都在 顶中 金教理常讲 那且 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你二六十中 全在定中 用这样的心 念腹 尽念 尽是什么 不怀疑 不夹杂 我们念腹 里面夹杂着往念 把功夫 全破坏了 不容易 印光大师 在文朝里面 说了很多 就讲 念佛功夫 一般 真正念腹 在念佛堂念腹 一只香 中国人从前 没有那么多 钟表 念佛堂时间 用什么算 用香算 长香 一个半小时 普通 一般的香 是一个小时 这叫一只香 一只香里面 还有 三五个 杂念 有啊 不是没有啊 印竹说 功夫算不错了 这样的功夫 在念佛堂 至少 念三年以上 一只香呢 可以减少到 三五个 往念 那么由此可知 一只香里头 一个杂念 没有 那是什么样的功夫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陀 佛 阿